如果你沒有的話,因為一來就是難搞,港股那裏 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以前那樣的錯法 因為以前我在10年前左右,10X年前左右 都覺得科技股是厲害的 我知道亞馬遜當時,如果你說NVIDIA貴 其實我看回亞馬遜當時13年左右,市盈率是去到1000倍 當時在賣什麼呢?就是跟現在英懷達NVIDIA的情況差不多 就是在賣雲端將來會有很多人用的 所以當時的PE規則,我覺得大家也要看回以前的歷史 因為我其實這幾天都有想過,就是 究竟現在NVIDIA究竟是一個夢,還是真是這麼堅抽呢? 我看回,這個是亞馬遜當時也會講電力和航運股 我也是純粹給大家看看,就是為什麼要去美股呢? 因為真的相差很遠的,你一個決定會相差很遠 因為以前我覺得,亞馬遜當時有雲端,香港也有雲端 當時2013年,市盈率去到676倍 就是那個PE,這個簡直是負的 為什麼呢?因為它根本是賺不到錢的 所以如果你對比現在的NVIDIA 其實因為NVIDIA是有錢賺的 而且它的市盈率是100倍 你會覺得很誇張,但是它的盈利是以幾倍 我現在也是昨天在想,究竟它是爆煲還是不爆煲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呢? 如果你用亞馬遜那種看法,它是會不爆煲的 因為有兩個歷史的,等我都要開一開 真的開太多東西了,等等 CIS 因為有人說它是CISCO 如果你是比較老練的話 就應該在科網股的年代 就有炒過CISCO CISCO 這裏也是很厲害的 這裏你當由這裏 這裏你會看到升海 這裏是誇張一點點 其實它真的不爆煲都不行 因為當時科網 這裏升了一百 這裏其實是幾多年 1995年到2000年 這裏也算是 我不應該這樣比的 應該去回大概 大概 去回2000年左右 就算是99 因為升了兩倍 它整個 95年就升了十幾倍 但是我覺得 就不像是跟CISCO 現在大家懷疑 究竟現在NVDA 是Amazon 還是NVDA Amazon 是真的從2013年到現在還在玩 我有機會覺得它很像Amazon 因為Amazon 它當時是第一個出現雲端 後來就是Microsoft和Google 但因為它們真的遲了幾年 所以其實它是霸佔了 跟現在NVDA 好像是霸佔了 所以我覺得它是像NVDA NVDA是像Amazon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 其實說這句話都大膽 因為大家都有畏高 其實這件事情 要看基本面 你才會有第一個 第一個非猶太人 說是人火公司火爆 這個我看不太太明白 所以我當時錯了些什麼呢 就覺得是雲端 你看現在指數跌也還在升 純粹好奇 其實我喜歡ARM的原因 都是因為NVDA 其他人都叫做R32 我覺得它應該少這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是更恐怖 四百六十幾倍 至於我覺得 有些人炒SMCI 我覺得就不太好 如果你們有玩的話 SMCI 一來是要靠他的朋友 如果大家熟悉的話 就知道 SMCI和NVDA有個朋友 但是如果你看看圖 其實它是在炒下來的 而且它不是一種 叫做 它不是一種 叫做它自己可以生存到的東西 因為它的對手有DELL 有Lenovo 有HP 所以我覺得就不太好 我做錯了些什麼 就是當時 覺得雲端 香港有些什麼呢 就包括有金碟 金碟 我打算一起炒 其實也不算差 但是你發覺 如果你由當時的 大概是2013年 或者自己一年 你發現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或者你是買 但是 就是很多東西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為什麼香港那些會 明明生意好 但是好像也不行 例如金山 因為當時還沒有阿里巴巴 如果你 好像我那時候 2013年看好Amazon 就想著 中國的市場更厲害 想著買 金山軟件 你發現 當時 你由18元 就升到25元 就是說 這裡也有升到73元 但是 問題就是 你不走就收皮 但是 你發現 你很簡單 買一隻Soxx 我不想說 NVDA這些 其實我想說 NVDA 都不是升得很厲害 AMD 才是升得厲害 就是 你去到這裡 Soxx 你不走 現在還是還在賺 雖然你中間 中間有跌過 我告訴你 AMD 才是比NVDA更厲害 雖然這一年 就不是很誇張 但是你看到 如果你一二一三年買 你去到現在 你去到現在 現在就應該去到126倍 所以我覺得 NVDA 都不算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所以這個總括就是 純粹想說 你不要以為 美股科技勁 十年後 香港 除非 我不是說永遠的 如果突然間 看到指數 真的有 有轉勢的話 我都會轉態的 我 只不過你用這一刻 來講 就想說 你不要想著 美股那邊的半導體升 香港都會升 甚至乎 大家在玩981 我都覺得 他 可能碰一下之後 他又再放下去 20元都應該難穿